嗨 大家好 我是老阿妹 今天這一集呢 是我們東京都心的第二代 跟上一支影片風格比較不一樣的是 接下來這幾個景點 有一派的人會把它叫做東東京 這幾個地方它的風格比較相近 比較屬於夏亭峰啦 比較有復古情懷的一個地方 其中一個很有名的地方就是竹地 以竹地為首展開的東東京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個名言 叫做早竹地晚月島 早上我們可以去竹地吃早餐 慢慢的逛 可以一直玩到下午 比較深入一點的去玩月島 甚至你到店島 我個人是蠻喜歡東東京這個說法 也蠻喜歡東東京這邊的情懷 我今天就帶大家實際走一遍 有好吃好看也好逛的地方 有一區甚至有很大的Shopping Mall Shopping Mall裡面居然有 我個人還蠻喜歡的品牌 如果你覺得今天只能看到美食跟風景 那你就錯了 今天我們還要帶大家小小的逛街一下 第一站我們要來到最新鮮的竹地 竹地第一家呢 就是你剛走進竹地市場第一家就在排隊的 也是我要推薦給大家的 就是這個烤鮪魚串 你看它的鮪魚塊有多大 而且炭烤箱非常的濃厚 真的蠻大一塊的 因為這一串才500日圓 500日圓 好大吃吃看喔 摩托車來了 好吃耶 欸真的很好吃 因為它這個烤到焦焦到對不對 焊香味超濃厚 然後它的鮪魚 你用舌頭碰它 它就會切下來的那一種 代表它非常的鮮嫩 真的超好吃的啦 它上面還有帶一點油脂 吃起來不會很乾澀 超級好吃 你剛有在上面加一些調味料對不對 對啊 上面有加很多檸檬 所以整個很開胃 很適合當早餐第一餐 我感覺一個人吃完這一整串 早餐的話 好像應該也會稍微有一點 有點飽 高蛋白質嘛 我最喜歡的就是它魚肉中間 真的會帶一點這種 比較有油脂的部分 會讓你整體吃起來的口感 比較濕潤一點點 然後加上我有茶檸檬汁 所以根本不會油膩 我很喜歡老闆娘和老闆非常的親切 旁邊有醬料可以讓你自己拿去 我們前後除了幾個觀光客以外 很多日本當地的人排隊 所以應該是蠻有口碑的一家店 它旁邊就有給四張桌 可以讓你在那邊站著吃完 不要邊走邊吃 竹地有一個很重要的規矩 就是不能邊走邊吃 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而且我們今天要推薦的竹地 大部分都是以小吃為主 因為我怕一次吃太薄 很多竹地的東西會吃不到 如果小吃我們可以吃到很多樣的話 我覺得會蠻划算的 開箱我的炸蝦飯糰 哇塞超大超重 欸你看它比我手還大 是因為你的手太小吧 那你手勒 你看 超大啊 超大的勒 好那我要開吃囉 是從那邊開始吃嗎 這邊都是飯 所以當然從那邊吃囉 好吃 海老天婦羅馬 它有炸蝦的麵衣 已經沒有脆度了 可是我覺得麵衣不油膩 還OK 因為它的飯糰本身有沾醬 所以飯糰是蠻夠味的 醬油是屬於鹹香的那一種 飯就是日本米嘛 粒粒分明 煮得非常剛好 完全不會暖暖的 我最喜歡的是 它的海苔是沒有鹹味 可是很容易咬斷 好好吃喔 很香 海苔的味道非常的濃 我點的這一個 它就是炸蝦天婦羅飯糰 非常好吃 欸你看一下蝦肉 不算大隻啦 可是飽生新鮮 而且肉非常的嫩 我喜歡 重點是全部搭在一起 那個味道是剛剛好 蠻厲害的耶 你看我一個人快吃掉一半 我死定了我待會還要吃別的 這一家的飯糰特色就是 它每一個手握的三角飯糰都非常的巨大 它是唯一一個造型不一樣的 我今天來的時候已經沒有那麼早了 我最愛的半熟玉子燒飯糰 已經買完了 如果你們有看到半熟玉子燒 一定要買 咬開以後 裡面的那個溫泉蛋 它會流 它會流心 對它會流心喔 不要再Q哥了 個人是覺得來足弟呢 你不要吃太飽的話 兩個人合吃一個 份量還是算剛好 很推薦大家來買這個 完蜂飯糰 一家老店 我覺得在這邊吃很多美食 一定要喝一個比較清爽的東西 我私心推薦這一家抹茶給大家喝 這家抹茶超多人排隊的 它有抹茶拿鐵跟抹茶兩種 然後抹茶拿鐵你還可以分 one shot或two shot 就看你喜歡的濃度 剛剛吃了蠻多油的 譬如說那個烤鮪魚 蠻油膩的 所以我想喝一個純抹茶 來解解膩 讓我來試試 我跟你們說超濃 但是它完全不會苦澀 不會像有些抹茶粉蠻苦的 它是無糖的完全不加糖 喝起來非常非常的清爽 蠻好喝的 我點的是純抹茶 沒有加那個牛奶 這一杯多少錢 650元 所以大家如果有來的話呢 可以來試試看 我覺得這樣超級無敵濃 然後它還有多送我們一個這個 這是什麼 小蒼紅豆 怎麼那麼好 對啊 就是這種小甜點配抹茶 一杯很絕配 我很喜歡這一家 而且他們雖然人很多很忙 可是他們的態度都非常的友善 所以我真的大推 我覺得它的設計還不錯 因為它做飲料的過程很療癒 然後它就直接是開放式的櫃材 就直接在排隊人潮旁邊做給你看 對 它就直接抹 抹茶給你看 對啊 很優雅對不對 我覺得它有一個好處 它真的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滴到衣服的時候看不出來 對了 我還有一點要跟大家講 竹地市場有一家非常有名的老咖啡店 叫做米粉咖啡 米粉咖啡就是當地市場工作的人 早上起來都會來一杯的咖啡 很有名的老店 在竹地市場外跟竹地市場巷弄內都找得到這個店家 我們看到米粉市場最好找的就是在這一家抹茶的 鞋對面就有一家 所以如果大家不喝茶的話 可以來鞋對面去喝米粉咖啡 然後我要推薦大家他們的咖啡就是黑糖蜜咖啡 非常無敵好喝 就看你要清爽的還是加點甜的黑糖蜜咖啡 在這裡 給它米粉咖啡 欸 好大一顆 欸欸 牡蜜魔人就是你 所以幫你找一個這個 欸 這我不敢耶 超大顆 但是我覺得應該很多人很愛吃這個生食的牡蜜 這整顆比你的臉還要大耶 但是我沒有辦法吃給大家看 我沒辦法表演這一題 所以我就交給牡蜜魔人 等一下 為什麼我要叫牡蜜魔人 我有愛吃到的是魔人的地步 有 來 來 你幫我拿著這樣子 好 好 牡蜜魔人來囉 誰跟你魔人 欸我很少吃這麼大塊啦 但還不錯 它應該是死了吧 沒有啦 我剛剛還看它活跳跳 真的假的啦 開玩笑的 它死了 只是它就是生食它沒有煮過啦 吃蠻多的 一口吃喔 好喔 來 超新鮮 真的嗎 完全沒有行為 真的 不誇張 這一個多少錢你記得嗎 1400日元 應該還蠻值得的吧 這麼大塊 好吃嗎 等一下 這邊還有一點這個 這個是精華 而且因為你剛好加一點檸檬汁對不對 有一點提味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它完全沒有行為 夠鮮就對了 好 OK 其燈水產就是我推薦給大家 因為來竹底就是要吃一些 現薄 現沙的海鮮 因為它的汙泥還有它的大牡蜜 都是非常多人覺得鮮度以及棒 很新鮮啦 我覺得蠻值得的 1400塊 大概就是300塊左右一顆 我覺得可以值得來吃 我覺得OK吧 如果那麼大顆來說 很大顆啊 因為我在台灣吃過 稍微小一點的 台幣也要兩三百塊 甚至三四百塊 還不錯 走 我們繼續吃 超飽 好啦 走吧 現在店家都要打烊了 然後我們也吃得超飽 逐地玩完了 接下來我們就要繼續帶大家玩東東京 我自己安排的第二站 叫做越 東東東京 嗯 好 我覺得有人欣賞你 就是他們都會覺得 唉唷 你講的幹話還蠻好笑的 你是不是赤子一鼻對不對 我沒有赤子一鼻 我還在找那種感覺 反正我們接下來就是玩第二站 超經典的 越島 好的 我們現在呢 來到了這個地方叫做 越島西仲通的商店街 越島跟逐地其實距離非常的近 如果你走路的話也只要20分鐘 那如果你不想要步行 你可以從逐地搭捷運過來 然後一出站 就可以到越島這個西仲通商店街 剛剛說過還蠻快的啊 對啊 一站兩站 也就是說順行來越島 那我覺得你就是必須要做好 連續吃兩餐大餐的覺悟 辦到嗎 可以的 就是比較內行的玩法 會是就把這兩區一起的玩掉 找逐地玩越島 就是這個概念 然後越島這個商店街 我覺得它非常的有味道 是充滿人情味 越島雖然也在東京獨行內 可是你知道這邊你完全看不出來 它充滿了生活感 有點帶入感 我個人是蠻喜歡來這邊慢慢的玩 慢慢的吃慢慢的逛 然後越島西仲通商店街很酷的是 它是下午3點之後店家會陸續的營業 因為這一條街叫做文字燒街 實質的一條路就有70家的文字燒店 對啊 70家 對啊 其實越島的代表性的名物就是文字燒 然後文字燒又屬於東京的名物 像大阪就叫做大阪燒 東京的話就是文字燒出名 這一家它算是菠蘿麵包界的 我心目中的排名第一或第二 因為我覺得前朝的菠蘿麵包也非常的好吃 但是我覺得這家 你看 你是買到展士林 沒有吧 而且我覺得這家店整個充滿著很可愛的感覺 這邊的小朋友放學都會來買 冰淇淋或者是菠蘿麵包 你看我 你看我身後的那個有小書包 小書包在買了 真的很可愛喔 它叫做月島九肉 它的包裝也非常的可愛 然後整個店面啊 包括我身後的霓虹燈 處處都很好排 這種點東西好吃 所以我覺得可以嘗試 我來吃給大家看 好脆 脆得不得了 這跟你在台灣吃到的菠蘿麵包 覺得脆不一樣 因為它是脆脆的像餅乾的口感 真的不然你吃一口怎麼樣 真的蠻脆的耶 這就是還蠻好吃的 然後在吃餅乾的感覺 而且很香對不對 香香甜甜的 這就是 我吃過數一數二脆的這個方格 它上面有撒了一點糖粉 所以甜甜的 所謂的外脆內軟 原來就是這麼一回事啊 這個菠蘿麵包一個多少錢 很便宜 210億元而已 然後我還買了一個 自己吃心很愛的 它是真的做成餅乾 如果你喜歡吃更脆一點上面的皮的話 直接買這一包 這一包是370元 真正的菠蘿餅乾 我也推薦 來 重頭戲來了 我們現在來到這一家呢 店名因為是全日文 不會念 可是我們會把資訊放在資訊欄 給大家看一下 這家店超厲害的耶 因為它的評分有2000多折 然後超過4.5顆星耶 你不覺得很強嗎 剛剛光是經過的時候 就看到這一家店的客人 應該是最多的 我們剛剛看它表演了一下 然後我覺得這個文字燒真的是超酷的 文字燒的意思呢 就是跟大阪燒有點異曲同工之妙 它就是把麵粉融於水 然後連醬料啦 調味料全部都融在一起 然後才到鐵板上去弄熟 可是它的麵粉的比例比較低一點點 我們吃法就會等它稍微再焦一點 然後從最外面開始往內吃 知名的小鏟子就是它 旁邊這些醬料喔 旁邊的醬料你就可以自己加 比如說有海苔粉啊 鹽啊 醬油 西味粉 都可以自己加 就是看你的個人的口味 它的調味偏比較清淡 依你自己的口味去加重 我們今天點的是有明太子 然後還有加起司 還有麻糬 他說這個是店內最熱門的一項菜單 你看它現在一直在冒泡泡 然後起司都融化了 而且你看它剛剛把一大塊的明太子 弄得非常的散 所以你現在看到麵糊上 一粒一粒的都看得到明太子的顆粒耶 剛剛幫我們炒那位小妹妹 蠻可愛的耶 他們店員都還蠻親切的喔 我蠻喜歡瑞島這個地方 一切都充滿了人欣慰 然後滿滿的客人 都是以日本當地的人為主 我們目前是第一個觀光客人 要去採訪每一組客人 我剛剛沿路這樣偷聽聽進來的 每一個都講日文 應該算是蠻知名的店家吧 生意真的很好 現在才幾點 五點多就已經幾乎坐滿了 剛剛在逛這個商店街的時候 不是說有很多自燒的店嗎 對啊 只有這家最滿 只有這家是坐滿的 這家就是怎麼樣 就是看起來好像最厲害 超級好吃 明太子的味道超鮮美 而且因為它加起司了 我覺得鮮度很夠 我沒有在開玩笑 真的很好吃 背面已經有點焦了 所以我覺得現在吃真的是正式時候 表面是麵糊感 可是下面是脆皮感 很好吃耶 焦焦脆脆的 我覺得月島啊 對我來說真的是一個非常有風味的地方 不管它文字燒 或者是整個街道的感覺 跟當地人給我的一種感覺 我都覺得還滿喜歡的 不同於東京都西比較快速的感覺 這裡比較慢 加上今天燒澡的時候 我們先去電島走一下 月島跟電島都是可以順便一起玩的地方 電島它是在月島的西北端這邊一點點 它真的是一座小島 月島跟電島都算是海浦新生地 電島我覺得它的特色就是 那邊的人的生活感更重 幾乎沒有遊客會踏進去 你有機會去逛一逛的話 我真的覺得還不錯 那邊不論是廳花開的感覺 或是公共澡堂 還有儘管它是一家小花店 我就覺得隨便一個角落 那是城市最美的一塊風景 我們現在移動來了豐州 因為豐州最近是 蠻夯的一個旅遊景點 然後今天我就幫大家 物色好一個豐州旁 一個CP值非常高的度假飯店 為什麼我會用飯店來形容它 因為它光是門面 就跟我們在東京開箱的很多飯店 長得不太一樣 門面就是感覺就比較大 加上它的房間數又比較多 所以就會有度假的感覺 整個攀升 那我們就要進去開箱囉 超大 這個房間應該開三個行李箱全開 好啦太誇張了 兩個行李箱全開 應該沒有問題吧 這個走道 因為房間很大 整個度假感會比較高 然後我們一進來看到 該有的鏡子也都會有 先來看一下整體環境的空間 房間真的感覺很寬敞 最重要的 最外窗也有 看出去都是高樓林立 整個氛圍還不錯 你知道這一碗多少錢嗎 不知道啊 這一碗超便宜 折合台幣大概3300元 3300元 是不是很划算 你這個尺寸的房間 對啊 上次我們在上野旁邊 開箱的那一間也是3000多 這間是3300元 而且它其實離豐州的車展 並沒有到非常的遠 我覺得還OK 因為我們最近都很常會收到很多人 資訊問我們 來東京怎麼選飯店 然後到底怎樣選飯店會比較划算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自己平常非常愛用的APP 它叫做Shotbag 當你透過Shotbag 去打開你的訂房網站 或者是打開你的KK date 你的每一筆消費 它都會回饋現金給你 到時候那些現金全部都可以提醒出來 對我來說我覺得現金的回饋是最有感的 不要再給我什麼折價券啊或者是抵銷 對我來說我還好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有實質回饋的感覺 所以我會比較愛用Shotbag 使用方式就是呢 我會透過Shotbag 點擊Shotbag 去打開booking.com 然後去搜尋你想要訂的飯店 就是跟你平常使用booking.com的方式 一模模一樣一樣 有時候它上面會有一些限時的%數增加 說到這 你知道我那時候訂的時候我幾%嗎 我當初有200多的時候 我是因為訂到了9%的優惠 因為我很愛旅行嘛 所以我就常常打開Shotbag去瀏覽一下 你看booking.com它是5.5% 可是我當初訂的時候它是限時9%的回饋 我看到9%回饋 我立刻就在那一天購買今天這一晚的房間 所以我會高達有200多塊的回饋 9%其實就是將近9折扣掉10%了耶 只要你累積的回饋金額達到200元 可以設定你自己習慣用的帳戶 就可以提領出來 現金回饋真的比較有感 你看我現在總共回饋有多少錢 2077元 如果你想要真的快速累積優惠 像我平常連叫Fupenda 我都是透過Shotbag去點開Fupenda 所以我的優惠累積得非常快 我也很感謝Shotbag 這次特別邀請我們跟大家分享 我們自己的購物心得 資訊欄下方呢 就會放上我們的註冊連結 透過註冊連結註冊完成之後 你就可以得到100元的獎勵金 100元是不是離200元沒有很遠 所以你很快就可以把它提領出來了 聰明消費各位 多一個小動作 套句旅行者 尤其是由東京者的一句名言 你省下的這筆錢 就可以讓你多吃一碗拉麵 重點是今天我要好好介紹這一間飯店 我覺得它有點設計感 我很少到一家飯店 就想說為什麼那麼寬敞 原因就是你看它把所有的櫃子都做可以按壓 就打開的部分 這超酷的 它連寫法都可以藏在裡面 它也把這個茶壺 茶杯全部都藏在裡面 可惜冰箱有點太厚了 藏不進去 這裡還有很貼心的化妝鏡 化妝鏡可以在哪裡化妝 你看神奇的來囉 CP值居然有桌子 你可以坐在這裡化妝 這樣子 CP值高一點 比較平價的 如果有這樣我會覺得蠻驚喜的 還不錯 總之我覺得這裡的一切都非常有設計感 而且我覺得它很棒 很像度假飯店的一點 就是因為它的二樓居然有大浴場 你是說大家一起偷光光洗澡那個 對 大浴場 我覺得還不錯喔 雖然東京也有一些飯店也有 比如說多美銀飯店 它也有大浴場 個人覺得蠻有度假感 它也蠻特別的 有些多餘的背皮都要保留下哪 比如說牙刷還有梳子 也是提倡環保的概念 然後這個床的尺寸也還蠻大的 很寬耶 絕對是King尺寸了吧 我覺得很棒 你看那兩個枕頭距離這麼遠 吵架人很適合 然後床頭USB孔啊 等於說它一邊就會給你一個 整體的設置也是蠻優雅的 你可以去看一下後面的牆壁 我覺得它的質感還不錯 你是說這個對不對 對啊 它的壁紙選用的還不錯 覺得蠻有品味的 然後它的浴袍也是深藍色的 這是港邊嘛 整個有海洋系的感覺 蠻有質感的 綿麻材質 我覺得應該還蠻舒服的 冷氣空調的聲音很重要 我現在真的是完全沒有聽到 還不錯 然後浴室我覺得很棒的是 它乾濕分離做得非常的徹底 不會是用浴缸 然後一個門簾 就把它隔開的 大部分我們現在住到東京很多便宜的飯店 它的乾濕分離都是用浴簾 沒辦法 因為日本寸土寸金 所以它要有浴缸 不要做乾濕分離 大概只能用這種方式 所以我覺得這裡的質感啊 環境啊 清潔度啊 微微的設計感 個人都覺得還不錯 然後小櫃子是蠻優雅的 吹風機是什麼牌子 有時候吹風機也是一個蠻重要的一件事 OK 只要是Panasonic我都給過 基本要求 這一件是不是真的還不錯 重點是這裡離風桌市場也不會很遠 所以明天可以早起去吃海鮮 去風桌市場飽餐一頓 YO 大家早安 我們現在來到了風舟市場 風舟市場在後面 可惜天氣有點不好 今天我們最主要是過來吃早餐 因為風舟市場的海鮮非常的豐富 不過實在沒有辦法太早起 一定吃不到壽司大 所以乾脆果斷放棄 畢竟風舟市場的其他海鮮 應該也都還不錯吃 我們就來幫大家蒐集一下 來風舟市場東西這麼多 到底要吃什麼 因為它非常的大 然後它有分區的 我們主要逛的會在五街區 六街區跟七街區 如果你時間有限不想要逛那麼多區 直接鎖定六街區 就可以把你想吃的壽司啦 海鮮丼啊 跟甜點都吃到 但是七街區也有非常好吃的 炸天婦羅名店叫做艾陽 以及很有名的百年甜點店 我們後面那一棟是七街區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主要的那一棟 是六街區 在七街區的正對面 六街區其實就是大家最喜歡的 壽司大就在這邊 風舟市場它表定是三點關門 大部分的店家是開到下午兩點 就會打烊了 建議大家真的要提早來 這一區呢我個人私心推薦的 除了生魚丼飯之外 還有一家就是吃茶老店 那家老店鋪也是非常歷史久遠的 嘿嘿 這個東西呢 是我在網路上看到的文章介紹 說來這邊應該可以點點看的一道料理 但是說真的 我們不管是看菜單或者是看本人 我還是不知道吃什麼東西 我還蠻好奇的耶 看起來其實有點像是一碗濃的泡物 很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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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濃燙 然後它鋪了一個半熟蛋 應該是溫泉蛋的樣子 白白晃晃很療癒 我待會兒試著把它切開 弄漂亮一點 其實它聞起來非常香耶 嗯 洋蔥味 好好吃喔 所以它到底是什麼 因為它裡面有炒過的甜洋蔥 第一口吃到的時候就是非常香甜的洋蔥味 其他的口感像這個黃黃的 它就是真的是非常濃的濃湯 麵糊的感覺更結智 這家咖啡廳叫做千里萱吃茶店 以前在竹地市場它就存在了 竹地市場工作的人 都會早上起來喝咖啡吃早餐的地方 這個東西就是因為早上起來工作 需要很多的能量 所以有蛋 這個濃湯很溫暖 也吃得好 通常別人會吃這個 搭上一片厚片煮食 這邊的人很喜歡這樣搭配的一個早餐set 嗯 白石快在裡面 真的是吃得飽的一道 湯品像這種遊戲 讓它劃開囉 oh! oh!! 看 漂亮欸 好吃 日本的蛋蛋蛋蛋比較不會有腥味 口感比較滑順 嗯因為有馬鈴薯 吃起來會帶沙沙的感覺 可是加上蛋蛋蛋就會整體更滑順 好吃 我喜歡 這一段不錯 今天可以來吃吃看 真的有去 connection 這也是有蕩來的 我在網路看到這個照片被它萌到 很可愛耶 這是什麼口味 它人家只有一種口味的冰淇淋 就是咖啡濃奶 畢竟其實你宣布是賣咖啡的嘛 說的有道理齁 咖啡味很濃郁 它的咖啡味是那種咖啡OLED 那個甜度跟口感一模一樣 很讚 你看裡面很漂亮耶 對啊 非常順口 我覺得這家的東西蠻特別的就是 不管是熱食或甜食 吃起來都是滑順的很順口很舒服 包括整家店的燈光啊 桌椅的感覺都是溫暖色系 所以我還蠻喜歡這種感覺 大家來風舟市場 除了吃海鮮之外 甜點啊 咖啡廳我覺得都比較錯過 很多人耶 超多人了 我們現在在排隊 我要排的這一家叫做大江戶 Tabellag的分數也算OK啦 現在一塊打烊呢 還是非常多人在排隊 隔壁那一家看起來也很厲害的店家 它上面就會特別強調說 它是只賣在這邊工作的人 等於說它不會賣一般遊客 市場的人才能吃的店 一些店家會特別標準 就是小心不要闖進去 吃完了 我覺得飯店好像太多耶 對女生來說 我也有特別跟她講 因為她沒有所謂的大小份 她是說她飯會幫我弄少一點 可是我跟你講好多 魚多飯多 我點的那一個算是他們店內的一本招牌 就是有各種不同的鮪魚組合成的丼飯 它比較特殊的就是用鮪魚的骨邊的肉 所以你可以吃得到比較不一樣 據說那邊的肉很嫩 可是說真的各方面鮪魚比較大塊的 其實我吃起來都還滿嫩的 我個人是覺得新鮮度沒有問題 非常好吃 只是分量有點太多 對女生來說有點吃力 你點的那一份是比較豪華的 你的那個吃法很特別 它就是主打海鮮珠寶盒的概念 它有兩種吃法 第一種就是你先把你的海鮮 全部夾到它給你的小碗裡面 先用小碗平常 吃到一定的量時候 把它給你的高湯夾在你的大碗裡面 就變成茶泡飯 或者是第二個 你就是直接用大碗直接吃 再把它給你的魚背高湯 倒到你的小碗裡喝湯 來這一家應該會吃太飽 可以撐到晚上再吃晚餐 它的生魚片真的是滿新鮮的 像你說的這裡是市場 生魚片跟我們在東京吃到的握壽司 吃起來真的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魚類都很新鮮 我吃了汙泥跟干貝 另外講到干貝 干貝很好吃 我覺得它的干貝非常的好吃 海南也很新鮮 我們兩碗是六千塊 兩碗六千 不便宜 其實算便宜 兩個這樣子高級的丼飯 新鮮的生魚片 兩個六千 其實兩個人才一千多塊台平 對 有時候定時我們兩個人吃完也五千多 所以算便宜 重點就是不管男生女生都會吃太飽 我覺得這就是來自市場的熱情 我們現在從市場前站回到豐州站 因為我要來帶大家逛LALAPO 好像是今年還是去年底 在台灣開了第一家店嗎 在台中 我其實從來都沒有去過 因為他們是山井集團開的 所以我們就來帶大家逛一下 畢竟豐州這邊 沒想到有東西吃居然有街可以逛 我覺得還不錯 而且很多人都來到豐州 直接去豐州市場 沒有到豐州站附近逛的話 就很容易錯過LALAPO 這家店就是比較休閒風格 它叫做FREAK STORE 日式休閒風 所以它會有一些奧豆爾的東西 還算蠻有質感的 奧豆爾是各種品牌的奧豆爾 都會出現在這 有點類似選物店 你看很可愛啊 就是一些鍋具啊 盤子 然後一些毯子啊 反正就是奧豆爾系的東西都有 然後衣服的風格 有些我也覺得還不錯 帶大家逛一下 你看 可愛 這種衣服背後有這樣 然後做的有點挖挖妝 還不錯 質感就非常的好 我個人覺得 有時候可以挖到一些 還不錯的感覺的衣服 然後今年很流行這種 分層的裙子 或者是下擺很膨的裙子 可是我跟他說 因為它是日式又偏休閒 它的材質還有它的款式 就會做的比較休閒的風格 還蠻可愛的 今年日本很流行洋雞耶 去年底就開始流行 我不懂為什麼耶 我還沒有找到原因 就是跟New Era一起聯名 就每一家店都有 選物都會放到一些 洋雞隊LOGO的帽子 日本女生很喜歡這種 透明的網畫 因為這裡有點酷耶 可是它是比較運動風的 很可愛吧 你喜歡喔 然後是沒有我還好 那你控什麼 我覺得蠻酷的沒看過 蠻可愛的 然後還有藍色的 蝦趴 然後它有一些 這個牌子的蝦菌子 很可愛 它就是整粥獎給你 這牌子應該很知名吧 就是美式休閒風 在日本就會有一些 日本限定款 然後涼鞋我也還蠻推的 夏天要到了嗎 所以就會買這種高高的 運動風的涼鞋 我覺得也還不錯啊 蠻可愛的 你看那個 指標嗎 小指標 雖然指標在全世界都可以買得到 可是數量不多 但是指標是真的是由日本設計 才會是指標 它的設計性真的是偏強 到時候我會帶大家去逛 全日本最多指標的地方 再好好跟大家介紹 另外一半就是男裝 這一個牌子是男女裝都有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女生在逛街男生無搖 就各光格我覺得還不錯 優點 我在剛剛那家店買了一條項鍊 價錢不能講 為什麼 因為我媽會看 就是這種 如果你穿比較素面的洋裝 這樣別就很可愛 逛完第一家 我們慢慢走 台灣也非常熟悉的品牌 Urban Research 這個是其中一個系列叫Dol 店面有還蠻大家的 也可以慢慢進去逛一下 接下來呢 我要帶大家去逛一個 我很喜歡的牌子 因為這邊是山景集團開的 所以你平常在山景體系的 就是Outlet看得到的品牌 基本上這邊也有 Laurice Fund Niko M這邊也有 可是現在我要帶大家去的一家店 是台灣都沒有 可是我個人很喜歡 也是偏休閒風格的 如果你也有在關注日本的流行的話 它是跟Castene 是同一個集團旗下的服裝品牌 但是它跟Castene比較不一樣 就是它比較女性化少一滴滴 它個性化多一點點 我很推薦大家要來認識這個品牌 是因為它的設計都非常有個性 有一件大家可能比較知道的 就是上一集啊 大家有看過你穿的外套 啊 上一集詢問度很高的 就是在橫冰的 就是兩個袖子這邊拉丁腿拉開 露出裡面的內裡 或者是露出裡面的衣服一點點的 那一件飛行外套 MA1飛行外套 就是這個品牌 設計之外 它會多一點點巧思 像我今天就買了兩件它的單品 我覺得還蠻好看 那這一季它的設計風格 它走一個叫做 Hello San Francisco的風格 一聽就知道它是休閒多一點點的 特色非常的鮮明 我還特別買了它的一件薄紗 帶珍珠的 個性又帶一點女生的這種Style 非常的日本 因為日本女生就是喜歡女性多一點點 但現在的女生又比較喜歡酷酷的 兩個風格結合在一起 這個牌子完美 我覺得豐州有一點蠻令我驚喜的地方 就是我覺得這個城市蠻漂亮的 就是不輸我們之前去的橫濱 好未來感喔其實 好未來感喔其實 很未來感 加上下雨起霧 我覺得整個都市氛圍有點神秘 可是又有點科技現代 對 我很喜歡這種夜景 風舟注意玩隔天繼續逛 我覺得這樣玩起來真的蠻充實的 第一次聽到你說風舟跟竹地的時候 我的想像就是市場 可是你們看這後面的風景 有百貨啊然後又有大城市啊 對啊其實蠻美的啦 很漂亮 加上風舟還有TING LAM 就是一個非常值得去參觀的展覽 好我們現在這一家叫做 Super Potato 然後它總共是三樓四樓五樓 三樓四樓有非常多比較經典的 譬如說紅白機啊 還有一些Gameboy也有 任天堂一些主機 因為這邊好像是二手埋曲都可以 然後也有一些新貨 然後我看剛剛臭男生們 就在樓下看得很開心 總不可能他們來日本都陪女生 所以我覺得女生要自己找樂子 所以我們就上來五樓這邊 搬家五樓這邊有很多復古機台 可以打發時間也不會那麼無聊 我覺得秋葉原 女生也可以找到我覺得還蠻有趣的地方 然後五樓覺得還有一個地方很酷 就是它有賣很多復古小零食 就是我們的老街才會有的東西 他們這邊也有 對啊有一些零食都是小時候常常看到的耶 對啊可是它是日本版 你就會覺得啊好可愛好想買 然後還有很多看起來很甜 天池人的小時候會吃的巧克力 或者是像王子麵 他們有各種類型的王子麵 我覺得都還蠻有趣的 而且我們一來發現這裡有好多好多的歐美遊客 對耶都是歐美的耶 聽你說因為這些遊戲也很早就輸出到歐美國家 對啊這些IP對他們來說都算是兒時的回憶 跟我們一樣啊 蠻有趣的 我很少在除了元素角質館之外 遇到那麼多歐美人士聚集在一個地方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耶 其實樓下剛剛說到的復古電玩啊二手電玩 它厲害的是連卡帶都還有 超多耶 我是有聽說可能不一定是原本的機器 說不定有一些機器是代工廠再造 但是它可以還原這些兒時的東西 現在其他地方也找不到啦 可以過來玩玩 因為我覺得秋葉原本身就是一個特殊文化的地方 我還蠻喜歡的 在這邊還可以找到非常多可愛的公仔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去找一下 好其實假日來秋葉原最主要是感受一下熱鬧的氣氛 可是基本上我們主要是來吃一家全和牛的燒肉吃到飽 無限放題全和牛 聽說CP值很高 進去來吃給大家看到底值不值得 是那間嗎白色那個 是在JR出來以後 站口三樓的位置就是那間 看起來是不是還蠻別緻的 全和牛吃到飽我自己是還蠻期待的 對不對 好 走啊 好走 好 剛才去吃了那一家秋葉原店 欸我覺得我有瞬間不要台灣的感覺 因為裡面的桌數很多 但是至少我的前後左右全部都是台灣人 所以我覺得這家店應該就是台灣人的愛店 他跟我們上次是上野那一家 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店 除了他真正有些和牛的部位之外 有些部位也是偏瘦 所以會有點比較柴 兩家同樣都是一頭買 整頭牛都有 所以你要吃各個部位都吃得到 然後其實店內的標示也都還蠻清楚的 他食用的方式也蠻特別的 肉是要到櫃檯領取 你要先選盤子大中小 你可以無限點 其他的部分譬如說菜啦 醬料啦 飯啦 你都是要在桌上用平板點 這個還蠻有趣蠻方便的 飲料也是自主飽 肉呢 有些有醃漬過 所以就是不用額外調味 我不知道你覺得好不好吃 他有些肉是算真的蠻好吃的 我可以理解為什麼台灣人會愛吃 因為他的口味真的是台灣人 比較習慣的口味的燒肉 他並不像我們吃過的一些 平價的日本燒肉 他比較鹹 對 鹽蔥醬比較多 鹽蔥醬也比較多 就是來的時候就會事先調味好 之前有介紹過上野房家 我覺得如果你要我比較或推薦的話 我個人是會比較推薦上野 雖然房家他不是吃到飽 但是我覺得房家他不管是肉質或是調味 我個人是覺得比較驚豔的 價位基本上上我們就吃不多 所以吃到飽對我來說有點負擔 但是房家兩個人吃下來才五千多 我在這邊一個人就要快七千人 CPS來說我還是推上野房家 他這邊的消費方式 主要是會問你要喝Soft Drink 還是你要喝Alcohol 酒精跟無酒精的嘛 價位就是大概差一千塊 那基本上都是吃到飽 80分鐘的點餐時間 100分鐘的用餐時間 然後稍微再吹圓逛了一下 買了一些 記不記得我們在河口湖 在鄉野之間聽到了音樂 叫小朋友回家 嘿嘿 他這只有四款喔 四款 我們扭三次竟然扭到三個不一樣 對啊 他扭了一個 這很酷好不好 這叫做緊急狀況的裝置好不好 Emergency 然後你可以扭下去 對 就這樣沒有用 小廢物 所以呢現在我們就在這邊呢 放點回家的音樂告訴大家 我們這一集的東京都心第二彈呢 也差不多都告一段落了 希望我們接下來貼出 也是很精彩的東京都心第三彈 大家也會喜歡 可以先預告一下 也是有大家比較長期的觀光景點 讓我們也幫大家做了全新的規劃 因為我個人覺得真的蠻精彩的 OK 老辣妹東京都心第二彈 我們就在這邊跟大家說掰掰 再見囉 掰掰 Girder 結構 你 嗯 就會 對 有 你們 有 尊